格斗狂人徐晓东被打,伤口风和26针,网友,我就笑笑不说话,徐晓东大家应该不是很陌生,被人们称为格斗狂人,因为打假中火武术,并拍视频发到网上,从而在网上大火。 他先是与太极,雷雷切说,一分钟内干掉对手,毫无还手之力,紧接着又KO了永春拳丁号,从此名称大圣,并称他们为江湖骗子。 昨日,格斗狂人在微信上,把不动态并配图,从图片上可以看出,满脸是血,看着伤的还挺严重,微谷被打开了,经过医生紧急处理,伤口风和了26针。 根据有关消息称,徐晓东这次挨揍,是在正修大东翔搏击俱乐部交流实战的过程中,被大东翔的拳手飞吸击中脑袋,导致面部受伤。 有不少网友认为,这次徐晓东在大东翔俱乐部惨糟受伤,跟他的业余水平有很大关系。 虽然说他击败了雷公、丁号这两位习武的人,但是他仍旧是业余,因为他几乎没有职业战绩。 况且这个志乐部,号称是搏击街的清华北大,在碰到职业选手时,打不过也很正常。 很多网友在得知他被打后都嘲讽他,不是说网友们嘲笑他实力不行,而是他身上的那股江湖气,做事狂傲,高调,说话口无遮拦,蛮横无礼的粗俗形象,给现在的广大习武之人抹了一把黑,这是不喜欢他的人。 当然,也有支持他的人,支持徐晓东的人认为,徐晓东的这些表现,敢说敢做,是一个真性情。 不虚伪,敢做敢当的人,总的来说徐晓东的这些作为,对中国武林起到的是推进作用还是负面作用,这个只能交给时间来检验,网友朋友们,你们觉得呢?